国族究竟差到什么地步 让七十多岁的李皮当场暴走 直接放弃三千万欧的年薪 直言自己不想抢钱 宣布辞职 当年李皮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还一度遭到众多球迷的谩骂和批评 然而国族用实际行动证明 李皮骂得很到位 那是在世界杯预选赛上 国族对阵叙利亚 在此之前 虽然国族刚被越南逼平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会是李皮执教国族的最后一场比赛 毕竟大家都觉得 国族再不争气 也不至于连叙利亚都踢不过嘛 比赛打响后 叙利亚率先踢进一球 随后国族很快追平 然而到了下半场 国族显然没在状态 传球犹犹豫豫 多次措施进球机会 谁知道在最后的时间里 国族后卫不慎将球电入自家球门 最终国族1比2不敌叙利亚输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李皮气得脸色铁青 说话也语无伦色 直接宣布辞职 离开的时候甚至差点摔倒 关于李皮辞职 有人觉得他这是36级走为上级 因为国族的失败已成定局 还有人觉得 是中国给予李皮的太多了 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利 可是李皮却没有回馈给中国足够多的成绩 去年当初族联为了让李皮来执教国家队 不惜开出了3000万欧的年薪 一度创下了全世界足球教练的工资之最 而族联之所以如此下血本 也是因为李皮真的有两把刷子 在他没来中国之前 可以说是世界冠军的教头 在他的执教生涯中 一甲冠军 欧冠冠军 世界杯冠军 都曾被他收入囊中 在执教恒大的时候 恒大也曾连续三年 夺得中超联赛冠军 就是谁也没有想到 李皮原本非常完美的执教生涯 最后却栽在了国族身上 一个小学生水平的球队 让一个大学教授去教 这怎么教得出来 李皮看懂了中国足球 自知无法拯救中国足球 没良心的钱人家不拿 能把带出世界冠军的教练都气走 要不说还得是国足呢 国足唯一一次踢进世界杯 就是在他的带领下 这位老爷子便是米卢 米卢是一位极具色彩的教练 曾连续四届世界杯 分别率领墨西哥 哥斯达利加 美国 尼日利亚队打进16枪 刷新各自球队史上的成绩巅峰 这样的执教成绩 很是让足联心动 如果米卢能够执教国足 是不是也能带领国足 逆风翻盘呢 2000年1月 米卢正式出任中国队主教练 而米卢也没有让中国失望 上任之后 带领男足在12届亚洲杯上 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后来更是带领国足 打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 这可是中国男足史上 第一次打进世界杯 一时间国内外队米卢都是赞不绝口 更是称其为神奇教练 毕竟能带领国足踢进世界杯 足以可见他的执教水平 然而国足入围决赛圈后 手气不佳 第一个抽到的对手便是巴西队 那时候的巴西队前有大罗 后有小罗 正知巅峰时期 结果可想而知 国足前脚刚踢进世界杯 后脚就被巴西队送了出来 这下众多球迷接受不了了 直言是米卢教得不好 因为他之前执教的队伍 都在决赛圈踢了好几轮 怎么一到中国这里 刚踢一轮就结束了 世界杯结束后 足协没有和米卢继续续约 理由是米卢没有带领国足 更进一步 可是后来 谁又让国足更上一层楼了呢 当年米卢带领国足踢进世界杯 大家以为这只是国足的开始 后来才知道这是国足的顶点 如今世界杯正在酣畅淋漓地举行着 而国足却连率位都没有定下来 米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关于国足的问题 如果现在有机会 是否还会介意接受陷入低谷的国足 对此米卢表示 自己愿意接受现在的国足 没有任何压力 并且他相信 国足会闯入下届世界杯 不知道足协会不会选择 再启用米卢带领中国闯一闯呢 这大概是国足最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了 在2012年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 国足遇到了绝对的实力派 巴西队 虽然球迷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这就是一场友谊赛 输给巴西队也没啥丢人的 然而就是热身赛 国足也输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0比8输给巴西 让人不禁怀疑 国足都站在场上没动吗 与此同时 觉得丢人的不仅仅是国足 还有深感抱歉的内玛尔 因为他一个人就进了三个球 在赛后的采访中 内玛尔一脸歉意地表示 是巴西队胜之不武 中国队千里迢迢来到巴西后 只休息了一天就上场比赛了 非常辛苦 而且内玛尔还表示 在比赛前教练还叮嘱他们 不要轻敌 因为国足的教练是卡马乔 他曾执教过冠军队伍西班牙 所以不能轻敌 卡马乔球员时代 是西班牙国家队的绝对主力 曾四次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 退役后 也曾执教过西班牙人 塞维利亚 皇家马德里队等球队 其实在卡马乔担任国足教练之前 国足的成绩还是非常乐观的 并且有逐步上升的迹象 那时候国足的教练是高红波 然而在试育赛临近之时 足协林郑换帅 高薪聘请来卡马乔当教练 结果就是 国足在小组赛中就惨遭出局 随后在友谊赛中 0比8输给巴西 不过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在2013年的6月 在合肥体育中心举办的热身赛中 国足1比5输给青年队 人家平均年龄不到23岁 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用范之意的话来说 就是脸都不要了 这场比赛过后 国足再次沦为全社会的笑柄 最后足协不得不提前解雇卡马乔 还支付了5000多万元的赔偿金 卡马乔拿着一大笔钱 回欧洲养老去了 而国足这一折腾又倒退了好几年 国足这一耻辱又该谁来买单呢 是毫无斗志的球员 还是一走了之的卡马乔 总不能怨人家内蒙尔吧 最近中国足球又刷新了最低记录 大名鼎鼎的北京国安 输给了一个寂静无名的县级球队 有生之年还能看见国足踢进世界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